一群快要饿死的俄国逃兵意外发现了一名赤裸的俄国少女 此人面面相去 很快就有了答案 谁的军衔大 谁先来 但中尉汉斯一眼就认了出来 被捆绑的女孩 就是当时推她下水的那个苏联一户兵 双方四目相对 谁也没有说话 女兵更是放弃了求生的念想 此番景象让汉斯想到了眼镜军官的丑恶嘴脸 更是想到了远在德国的女友 他给女兵擦拭伤口沐浴更衣 但女兵始终不愿再被糟蹋 呼言会语的激怒汉斯 石头让对方终结自己 汉斯任无可忍 一巴掌打翻女兵 然后此死掐住她的脖子 但很快 汉斯又恢复了理智 女兵见得迟迟不下手 哭得离花待遇 作为一个南斯拉夫女性 自己活着回去就是耻辱 她会背上德国妓女的骂名 甚至会游街示众 汉斯不知如何是好 亲手把配枪交到她的手中 女孩火断逃将上堂 可她始终下不去手 两人坐在床上背靠背 许久没有说话 过了会儿冷静下来的女兵 重新传回了苏联军服 并且向汉斯讲了自己的故事 她的母亲是德国人 父亲是南斯拉夫人 本来家庭很恩爱很幸福 自从战争开始 她激怜失去亲人 如今又失去清白 活着已没有意义 为了让她鼓起勇气活下去 汉斯当场暴怒着下令 自己永远不会碰这个女兵 更不准任何人碰她 躺在沙发上的上尉 不知从何时突然苏醒 刚好看见几人的苟且行径 她掏枪威胁几个逃兵外出继续作战 听了死话 傲徒狂笑不知 接着从怀中掏出手枪 了结了生命 对于她来说 两年前参军那会儿自己就死了 只不过又多活了两年 罗路看着彻底惊狂的几人 背着上尉走出了巡活库 但两人刚到外面 上尉就失去了呼吸 紧接着看见将军带着大批士兵 高举双手外出投降的一幕 战争终于结束了 可汉斯和费茨却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外出投降 苏联士兵不会放过他们 就算自杀 他们也是逃兵 家人也得不到任何补偿 到底该何去何从 看着为难的两人 女兵决定带着他们逃出去 一路向西 三人在血缘上不知走了多久 身上带的补给快吃光那天 他们遇上了苏军阵地 女兵兴奋的高举双手求救 却惨遭苏军无情射杀 汉斯趴在女兵身上 哭起了好长一段时间 不是说好的战争结束了吗 为什么 理智的费茨只好拽着他改变方向 俩人艰难寻找出路 知道有一天真的走不动了 汉斯趴在费茨的腿上 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冬天唯一的好处就是一切都冻僵了 连哭都不等 影片到这里基本就结束了 最后费茨抱着汉斯 成了茫茫血缘中的一座雕像 斯大林格勒这部电影 和往常战争片不同 他从德军的视角 去看待斯大林格勒战役 一部含金量很高的反思片 影片涉及到了诸多战争中的敏感话题 如虐待俘虏 枪杀平民 抢掠民宅 误杀战友 视士兵为草剑 让士兵充当炮灰 士兵的伤病和生活情感等等 而最为触达心灵的 莫过于战争中的人性问题 士兵们在前线拼死拼活 高官们却躲在温暖的地方 喊着漂亮的爱国口号 享受的美食 听着高雅的音乐 甚至凌辱他国女星 最后希望永远不再有战争 推荐指数五颗星 我是朱瑶 我们下期再见